大家好,在入冬之后呢,我们养兰花,大家一定要注意啊,要给兰花呢,撕一点越冬肥 那么湿上越冬肥的话呢,可以有效增强植株的抗性,增强它的一个抵抗力 还能够给它补充营养,特别是可以让它在中季的时候呢,积蓄更多的养分 在开春之后呢,它养分足,自然的话呢,就更容易冒出更多的鲜牙和壮牙了 那么这个越冬肥到底应该怎么湿,湿肥的时候要注意哪些事项呢 首先我们要知道,兰花这种植物啊,它其实是特别爱干净的 那么我们该给它撕这个越冬肥的时候呢,就可以给它用上这种缓氏肥 这种缓氏肥的话,肥效比较缓慢,在冬季的时候呢,它不容易出现这个烧根的现象 而且这种肥的话呢,它的这个甲含量比较高 甲含量的话是可以有效的增加植株体内这个纤维素的含量 那纤维素增加是有利于它的抗寒的提升,可以增强它的一个免疫力 那么我们应该怎么使用呢 我们将这个控氏肥呀,可以给它在盆土里面撒上一小勺就可以了 如果,但是在冬季的话呢,我们的用量相比较 这个其他季节来说的话呢,可能要少一点 如果你之前用大概满满一勺或是两勺 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是要适量的减半 这个时候呢,量适当的少一点就可以了 然后呢,在盆土表面这样子轻轻的撒上去 或者是呢,埋进盆土里面就可以了 埋了这个华氏肥之后呢,我们还可以在每次浇水或是施肥的时候呢 给它用上一点这个EM复合原液 为什么要用EM复合原液呢 因为这个EM复合原液它可以起到一个触根撞根的效果 而且它里面还有丰富的微生液有益活菌 那么这些微生液有益活菌对于盆土里面这个蓝根菌的这个繁衍和生长呢 是非常有利的 最重要的是呢,它其实也可以增强植株的一个抗性和抵抗力 可以给它浇在盆土里面 也可以将它放在这个喷壶里面 然后呢,对着你的这个蓝花呢,进行页面喷湿 每七到十天喷湿一次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呢,可以让它的这个抗寒能力大大的提升 但是要注意,我们在施这个月冬肥的时候呢 如果你的蓝花是弱苗,病苗,或者是正在运累的这个蓝花 这个时候我们最好就是给它少用一点 如果之前是建议大家减半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再减半 就是大概用平时四分之一左右的用量就可以了 如果用肥过多,过量的话呢 像这些弱苗,病苗的话呢 它的抗性太差,可能会出现一个倒苗 甚至是这些花蕾会腐烂的现象 所以呢,大家要注意好这一点才行 所以呢,在养兰花的时候 我们冬季呢,要给它适当的补充一点月冬肥 这样对于它顺利的月冬和开春的生长都是非常有利的 好了,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